哈囉大家好,我是OiKa,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麼今天主要想要為大家分析 後門事件官方設給大家免費的14張卡片中 有哪些是真的一定要練的 不過在那之前呢,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次的領取期限喔 好,那首先今天登錄大家就可以直接獲得這個抽獎的機會了 不過呢,大家其實是可以直到 欸,這邊有寫 直到8月16號之前登錄遊戲喔 都有機會可以獲得這個黑金免費一抽的機會 所以大家不用了,在這期間就登錄遊戲 然後抽取自己的一個黑金卡片 好,那今天主要是這些分三大象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首先抽到馬上連,就這個卡片是真的比較有價值的 其中如果說你真的缺隊長的話 項羽跟青龜直接練起來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目前的T0隊長 在於是考慮可以練的這裡的話 就是這些卡片雖然說也是有價值 但是可以放在比較後面再去練他們 如果說你的資源有限的話 那在目前不要練就是真的 把資源投在他們身上是有點浪費了啦 不過其中比較有爭議的我覺得是特哥 特哥的部分呢,主要現在當隊長不行嗎 當隊員,欸,事實上還是有機會出場的 本身帶牌珠跟增傷是還不錯的 但是,免費卡片就有可以取代他的啦 像是馬修就自帶一個牌珠 現在兩回合 然後更是他本身在搭配了 玩他自己的武裝龍哥之後 那個強度就起飛了 所以現在比較多你水隊會用到的牌珠 反而是會用上馬修這張卡片 更甚至還有這種免費的雙周副本 機械化也是不錯的 所以事實上,如果特哥他現在僅僅只有 為隊伍帶來牌珠的一個功能的話 有太多卡片可以取代他了 所以目前來講 我覺得不是把它放在優先考慮鏈的選項之一 但總而言之呢 接下來我們第二階段 更是會深入的跟大家介紹 這些使用的卡片 究竟要怎麼樣去搭配 以及怎麼樣去使用 那麼再來我們用個別卡片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首先是鐵扇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神卡 但他主要要跟哪些隊長去做搭配呢 首先第一個現在最常見的 就是放進項羽裡面作為隊員 然後再搭配上 像是打擊、鐵九牛這種組合 所以你有九封王啦 或者是你有西遊神系列 都很建議把鐵扇直接把他練起來 甚至打擊本身當隊長 隊員放上鐵扇 那個強度也是非常可怕的 那近期呢 呃... 秦始皇的強度不夠 像這種是可以借卡 然後帶上鐵扇、公車組合的一個隊長的話 也是非常適合把鐵扇給練起來 然後再來是純魔族的話 夏蛙現在主打著 魔族最狂血量的隊長 那隊員帶上鐵扇 自然讓夏蛙的血量更狂之外 傷害也往上提升一個檔次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卡片的話 我非常建議你就直接把鐵扇給練起來 他都能夠在這些隊伍裡面 呃... 跟這些卡片去做一個搭配 這是項羽當隊長的部分 那主要只有兩個路線 第一個是純光 第二個是雜色配置 天上純光 純光其實沒有這麼... 一定要這些卡片在練啦 其實純光你會發現到在近期 我們都會錄製一些... 零時抽隊員就可以通關的一些影片 說實話... 項羽他本身當隊長 他的功能性或接板性 都已經很... 很暴力了 所以隊員就... 再放一些... 項羽隊伍本身沒有提供的接板能力 比如說是解鎖這種功能 那... 庫拉皮卡除了解鎖之外 他本身還帶有常駐增傷 所以可以說是最神的隊員之一了 再來是如果你要速刷的話 歐布系列的這個... 是可以固定無腦轉出版面的 讓你鼠窗上面更加的輕鬆 更甚至進階的接板能力是... 可以解無數強化盾 那畢竟純光的項羽在... 呃... 解無數強化盾 自然不比他主雜色 來得這麼有先天上面的優勢了 所以這部分 我覺得歐布系列有的話 練得上項羽可以說是更得心應手了 再來第三個... 純光的路線走的話是... 機械化 那機械化呢 如果你有抽到... 阿爾... 紅絲 或者是原本就有吸魔這種好用的免費卡 其實機械化有蠻多都... 呃... 是免費的雙周副本卡片 所以機械化的項羽也是一個暴力的隊員的主法 總之... 項羽的... 呃... 光隊... 牛棚... 可以是免費的 也是可以玩得起來的 然後再來的話 在...呃... 雜射的部分 現在主要主打的是以鐵山舞 跟九風王還有西右神的一個搭配 那我會真的非常建議你們 就是有鐵山在考慮 把項羽組砸射的 不然那個強度真的會低非常多 可能你在打簡單的關卡沒有感覺 但... 一旦是比較難的 比如像是時空的Extra 你會發現到他真的是非常仰賴 鐵山這為主的隊伍搭配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鐵山的話 那...反倒你還是可以去玩光 純光的一個主法 所以其實尚羽他走的路線是非常廣的 然後再來是龐貝的部分 龐貝現在主要比較當隊員 做一個...呃... 無腦解拼圖盾的角色卡 然後他可以放進現在一趴大獎 西蒙作為隊員 除了剛才提到的解拼圖盾的功能之外 他更象徵著他有無腦 呃...一個固定的版面 可以讓西蒙在面對更多 比如像是黏著符石 或是山鼠強化盾 這種...呃...固定版 龐貝固定版面可以解決的一個... 呃... 狙八盾 所以西蒙我會覺得 龐貝是一定要練起來的 實在是太好用了 那再來是...呃... 愛的華香中機械族的隊長 其實都是可以讓龐貝作為隊員 無腦接半 不過要注意的是 其實龐貝在基純接族一個最大的功用 就是在解拼圖盾了 那拼圖盾對應到的是現在的... 種族拼圖盾 可能純機械沒有辦法解決的情況 用龐貝都可以去做解決 但事實上...呃... 機械族有初陰龍科的話 我會覺得你龐貝就真的... 沒有這麼急著一定要練起來了 因為初陰龍科就可以直接無腦的 把拼圖盾給無死掉了 所以...呃... 要不要練龐貝我覺得 在純機械族的考慮來講 第一個 如果你有...呃... 初陰龍科的話 我覺得就真的...呃... 龐貝是可以放在比較後面去練 他的 好...那再來...呃... 像可以借卡的... 隊長 那...我覺得也是可以帶上龐貝 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緊接著為大家介紹 也是非常值得練的隊長... 青龜 青龜他主打的是在一進場 就可以全部進來挑起來 無腦速刷 那...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你只要檢查 你的背包裡面... 龍組卡片夠多 青龜就值得練了 那青龜呢 其實在解隊比較難的關卡 自然還是要靠更強力的結伴 所以我會覺得 你至少至少一定要有巴哈姆特龍 再把青龜練起來 可能才是比較划算的投資 因為...呃... 巴哈姆特龍除了代表這隊伍血量比較多之外 還有...他本身帶有...呃... 龍族唯一的解鎖功能 以及帶有增傷 這些都是...巴哈姆特龍...呃... 其他卡片無法取代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有青龜 有巴哈龍 其實你就...已經是有一隊 目前T0的龍隊隊長了 剩下的都真的只是加分做使用而已啦 好...那再來的話... 賈比爾 賈比爾其實...比... 青龜綁定那種專武的條件更低了 那...主要帶一些...呃... 關卡需要的結伴卡 除此之外 我會真的非常推拿牙 多帶一點常駐增傷 因為像賈比爾... 雖然說...是真的能夠通過99%以上的關卡 但...事實上他的...呃...主要被大家... 比較沒這麼玩的原因是... 他的傷害真的不太夠了 所以...會...非常仰賴這種常駐增傷來撐起... 整隊的平坎能力 那...自然他... 受隊還是有非常強大的...一些... 結板能力功能...卡嘛 像是...蜜兒...這種直接擋死 或甚至是...呃...這種一消 這些都是非常扯的一些隊員 所以其實賈比爾就現在講...真的不弱 但...呃...要真的... 你說他是T0嗎 我覺得也...沒有到真的這麼變態的境界 他點多就是可以...通關 但他不會是你...最好的那種選項 所以我建議你如果說你單純...沒有要解受成就的話 你單純只是想通關 其實剛才提到的像是青龜啦... 或者是項羽... 這種都已經是很好通關的隊伍了 更別說像是... 你可能有抽到這次的一怕他獎的西蒙 或是愛德華兄弟 其實...你...如果真的...只是要一個很強的隊長的話 假比爾就真的不用練了 那三藏一樣的道理 他現在也不算是T0隊長 但他的爆發非常可觀 搭上...悟空 甚至回出幾千億都是非常輕鬆平常的事情 但...反觀來看喔 現在...倍率膨脹... 那...幾千億好像也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所以...三藏這個本身...呃...之前主打的一個... 超扯傷害的優勢...自然...就沒有這麼有特色了 所以...呃...現在三藏我是比較...偏不推薦練的一張隊長啦 畢竟他的隊伍技能還是太養外種族族了 更甚至...沒有悟空 我真的覺得你就真的不用練三藏了 因為強度真的低非常非常多 不過這邊也有一個比較特別...要跟大家介紹的主隊方法 就是...可以搭上鐵扇以及九封王 那...這是...目前讓三藏...呃...強度可以再往上提升一個檔次的主法 也非常推薦大家...有鐵扇、有悟空 再去玩...那個...三藏當隊長就可以了 好...那麼最後...就是這三張卡片啦 必須說這三張卡片都非常仰賴其他卡片 我們換句話說...如果說你沒有畫面中的這些卡片的話 練...練起他們其實...本身單張是沒有太大的效益的 好...那我們先從狗頭開始談起 狗頭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可惜的...隊員 因為他...呃...價值是真的非常高的 自由開關...開關還帶有增傷還帶有炸板 所以我覺得他的...呃...當隊員的價值是真的非常非常高 但無奈...現在並不是神族的時代 所以...他當了...他當作隊員...自然他的路線就比較窄了 在現階段來講真的是比較常在...櫻其都裡面作為隊員打工 不過我反觀來看的話...如果你有櫻其都的話... 我還是非常強烈的建議大家把狗頭給練起來 因為真的...搭鷹其都太好用了 然後搭鷹其都呢...主要還是會跟雙子或九瘋王 去做一個隊員上面的搭配 那本身九瘋王跟雙子搭狗頭也可以放進暗北歐為主的暗神隊 但總而言之呢...狗頭有這些卡片...其實就值得練起來了 那...呃...再有更多的話... 純神隊伍歐布是不需要狗頭的 因為歐布本身就...呃...主要靠歐布為主的...合作配置 所以...純神族現在能玩的大概只剩下上古諸神吧 上古諸神如果你想解神族成就的話 或許...可以考慮帶上狗頭 他整體的血量跟強度會上升一個檔次 他也可以跟埃及皇權劇做一個隊伍上面 撐血量啦...或者是...轉屬上面的搭配 所以...這兩個算是比較進階的用法吧 所以...這些...有這些卡片都可以把狗頭給他練起來 在秦皇的部分...秦皇作為隊長比較不行 這大家現在可能都知道了 那...如果說他作為隊長還要繼續撐下去的話 我覺得...隊員一定要有鐵扇 那...除了鐵扇之外呢...還要有九風王跟打擊 這主要是現在秦始皇...比較OP的隊員選項 那...有這個的話...我覺得至少還可以再撐...半年吧 如果你有這些隊員的話... 不過現在...純暗魔族的秦始皇真的不行了啦 因為血量...就真的太薄了 那...近期也...出很多這種無視減傷的先攻 所以...這種直接...呃...血量就下去了 更別說他的傷害...也在目前來講...頂多就是T2 中間到...T2尾巴的一個程度 所以...已經...呃...秦皇現在當隊長的強度是不推薦大家去練的 那當隊員的話...其實也可以到殷奇度裡面做為打工 畢竟固定轉版...加上還原版面 這個...主動技能的價值...還是太OP了 所以...秦皇的話...現在就兩條路 就是當...殷奇度的隊員 或者是當隊長...你一定要鐵九牛... 喔...不是鐵九牛...鐵扇...呃...九風...打擊的組合 再來是大奶的部分 大奶現在作為隊員...能放的地方其實比較少了 因為像是...後來新奇的隊長...其實他本身的隊伍技能... 他就自帶解巫術強化盾的功能 我們舉個例子喔...像是項羽族雜色...就可以天降巫術強化了 更別說像是...新奇的...南娜 南娜他本身消L型的水珠形狀...就可以直接巫術掉巫術盾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新出的隊長都努力的...在... 因為...克制巫術強化盾 所以...呃...在這個...發展的情勢情況下 自然大奶作為隊員的...價值...就...沒有以往來的...這麼高了 不過還是有些隊伍是非常有賴他的 像是愛德華或是初音...這種可以帶上人類的...隊長 那...隊伍又沒有直接破巫術強化盾這種功能 自然是可以帶上大奶 尤其愛德華...他作為雙隊長的話... 只要整版是強化珠...他的天降又會再更多一點了 所以這時候搭上大奶...不只是一個帶結伴的能力... 更是一個增傷的代表 那...以純水人為主的孫術... 那...自然大家都知道...四消...很難消到巫術盾... 動不動就給你卡住之類的... 所以這時候直接破巫術盾的大奶... 自然是孫術真的...很必要的... 結伴功能隊員之一了 然後再來是像是羅伊這種... 羅伊他本身...呃...你們有玩過就知道... 他...呃...會有很大量的火珠...出現在場面上... 那水珠也會被炸掉... 在這個情況下... 呃...羅伊要自然的結武術強化盾... 搭上大奶是真的非常非常輕鬆的... 所以在這些...呃...卡片作為隊長的情況下... 我仍然非常推薦大家把大奶練起來... 至少是一個...真的不錯的結版功能卡... 最後這部分是留給游王的... 因為有蠻多人問我說... 欸...究竟要哪些要練複製人... 我老實講啦... 其實這個黑金都...不太需要練複製人... 都真的練一張就好了... 那至於...呃...有些人會問啊... 抽到複製人青龜要不要練... 我覺得... 就以你...呃... 平常的情況下... 是不會真的需要帶到複製人啦... 因為... 一來是項羽的CD偏長... 二來是... 如果青龜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到... 他在玩的話... 是...比較... 隊員... 是要... 要求帶更多的結版能力卡的... 所以複製青龜... 可以說是... 沒有什麼效益啦... 所以... 幫大家統整出來... 真的... 如果你要練複製人的話... 就這兩張... 可能是... 真的... 複製人是有效益的喔... 像是狗頭... 狗頭最多三張的話... 他可以無限開... 無限炸板... 那這個... 除了... 娛樂之外呢... 其實... 羅伊當作隊長... 還是可以... 在那些比較簡單的... 關卡去拼綁的喔... 因為羅伊... 當隊長開炸板... 就可以直接對敵方造成傷害... 這時候... 你就可以偷回合... 所以... 呃... 算是... 還是偏娛樂的一個打法... 但最多的話... 是可以練到三張的喔... 那... 再來是... 龐貝�製人... 現階段來講... 真的比較沒有用啦... 之前我們練龐貝�製人... 是因為... 他作為隊長的隊伍技能... 是只有龐貝... 才可以揮出... 他... 最多的追打數... 所以... 他當隊長... 練整隊龐貝... 你會發現到... 就是66下的... 極限追打... 在那個時候... 就是... 主要的... 火力來源了... 所以... 現在如果龐貝... 當隊長了... 就沒什麼人要玩... 甚至強度不高的話... 那自來練�製人... 就... 沒有什麼必要了喔...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練�製人的話...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等官方... 加強龐貝... 再說吧... 對... 所以... 現在來講... 還是... 還是... 有什麼必要了喔... 那... 如果說你真的要練�製人的話... 我會覺得... 等... 官方... 加強龐貝... 再說吧... 對... 所以... 現在來講... 還是... 還是... 有什麼必要了喔... 那... 如果說你真的要練�製人的話... 我會覺得... 等... 官方... 加強龐貝... 再說吧... 對... 所以... 現在來講... 還是... 複製人的效益是不高的... 那... 這次兩張我覺得... 有機會... 是練�製人的一個卡片... 好的... 那麼... 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那... 非常感謝大家的觀賞... 祝大家都能夠抽到自己想要的... 免費黑金... 如果說有什麼... 影片中沒有提到的... 更多... 你... 呃... 有疑問的地方... 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呃... 呃... 有空的話... 都會回覆大家... 那... 也別忘了... 在離開之前... 留下一個喜歡... 讓我知道... 你們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可以按下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可以看到更多的... 分析影片... 那麼... 就謝謝大家的觀賞... 我們... 下次再見... 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